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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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从多伦多坐飞机 到纽约 那么你的 大家好 如果你是从多伦多坐飞机 去纽约 那么你将会发现 你的躯关 是在多伦多机场 你进入美国的海关 也是在多伦多机场 也就是说 你到了纽约的 纳格迪亚机场 你就不需要进入 美国的海关了 就像美国的国内航班一样 很自由的 就 进入了美国的城市 纽约欢迎你 美国现在开始实现 在很多的国家 设置这样的一种设施 这样的话 大大减轻美国本土的海关的压力 同时也方便很多的民众 但是美国要选择这么一个海关 必须有很多的条件 安全的保障 法律的对接 彼此的信任 都是不容易的 9月23号 香港 也将进行有这么一个海关 就是在深圳的九龙嘛 那么 香港 到广东的 火车开始直通 那么在香港 就实行了一地两检 就是说 你出来香港海关 走一个地方 马上就是办理了 进入中国大陆内地的海关手续 这样的话 你直接进入了广东以后 你就再也不需要经过这个海关 这样一件 本来 大家感觉到应该方便的事情 由于现在中国大陆 和香港 彼此的信任度很低 由于中共 在1997年以后 并没有真正的 严格的遵守 香港的基本法 越境之法 强力地擦守 香港的某一些 政治事务 香港自己的一些资本家 一些企业家 为了安全的保障 或者为了付出更多的利益 丧失了 原来的很多职业的原则 至于香港的很多媒体 现在已经到了一种 惨不容忍的地步 灭共 投共 自我妥协 一系列的事情 使香港的民众 对中国大陆 能不能 继续地 坚守原来邓小平所确定的 五十年不变 一国两制 这样一种基本上的原则 已经有了很多疑惑 所以这样一个 直通 一点两简 这么一种措施 使香港很多人感觉到不舒服 尤其是 比较敏感的 泛民组织 泛民成员 感觉到 给中共在香港 在中共 未来 违反一国两制 提供了便利 比如说 你在香港办完手术 一下子就陷入了 中国大陆的海关管理范围 那你要抓人处理事情 就变得太简单了 太盈业了 所以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反映了 中共的法治体系 政治文明 如果不能跟 世界接轨 不能营育人类的主流文明 这种冲突 现在是反映在 自己可以 还可以统治 就是说了算的一个香港 未来再跟其他国家的冲突 只会强化 只会计划 但是 有一个政治政权 在中国还在继续 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 在我看起来 这三四十年的改革开放 果然改善了 人们的生活 果然是很多人 开了眼界 果然是很多人 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然后呢 甚至在西方生活下来 所有的这些人都归鉴于 改革开放的成就 而不是认为 这恰恰本来 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前 就应有的权力 恰恰相反 改革开放有一个 巨大的副作用 而这个副作用后来延续的 对中国的伤害 还会很长时间 那就是 改革开放 给中共政权增加的实力 使中共今天 可以跟美国叫板 可以在国际社会 耀武扬威 可以今天只在月点 明天只在另外一个国家 而且欺负台湾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政治政权 而且这样一面旗帜 即使在今天的政治 倒退的情况之下 言论控制的情况之下 这面旗帜还要高高举起 我看昨天的 明镜的 新闻时事报 有这么一篇报道 引述了香港媒体的报道 说这几天 深圳的治安 开始抓紧了 说要有一个大型的纪念活动 然后呢 有一个中央的大人物要来 这个大人物是谁呢 是这个局管 这个 这个 深圳工作的 一位国务院的高级官员 还是 党中央的高级官员呢 一般预测 这个人应该是国家领导人级别 而且最大的可能性 是习近平 说习近平呢 要模仿 邓小平的南巡 要重新鼓起 改革开放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可笑 而且说呢 要见证深圳的 身为直下室 哎呀 怎么说啊 怎么可能 今天的习近平 和当年的邓小平想别的 当年的邓小平 是国家领导人 区区老义 一方面又清定了这班人 另一方面又觉得 接班人越来越不听自己的话 或者说实际上听了自己的话 自己还感觉不输 这就是皇帝和孩子的关系 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 恰恰使使江泽民这样一个 本来要退休的人 又重新回到 又重新在政台上 激活了他的政治生命 甚至身为了中共总书记 但是 这样一个上海的 一个政治油条 他在那种环境之下 他是在潇洒的气氛之中 他当然要实行保守的政策 因为他的背后 不仅仅有邓小平 而且还有陈云 还有李星云 依判左供的元老 所以他要消灭自民家 他要打击这个私益经济 他要实行走的政策 这一套整个中国社会 当上一片牙印 这个时候 郑小平 居然要展开所谓的南省 南省就是皇帝之意 然后鼓劝所谓的改革开放 瞎得江泽民屁滚尿流 差一点 所以觉得油白断掉 所以一下子 就站在郑小平这边 改革开放 郑小平的南省 无论是在武汉跟观光户的谈话 还是到深圳 跟深圳的领导人谈话 确实刺激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恶心膨胀 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 就是郑小平当年的南省所造成的 习近平 今天还有一个元老 无论是江泽民 还是胡锦涛 他们可以牵制到他吗 还是哪一个国务院的人 不听他的话呢 他需要通过这么一个南省 不是在北京而是跑到深圳来进行政治宣誓呢 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打耳光吗 所以啊 习近平可以有难选 但是不会像郑小平那样 鼓出一个改革之风 但是如果他鼓出一个改革之风 那当然是 令很多人会感觉到欢心鼓舞 但是你们觉得在逻辑上成立吗 如果习近平走这个南省之风 就意味着在北京 有一个另外的中央 是不听他指挥的 当年的郑小平 就是因为他感觉到有另外的中央 不听他指挥 他才要南省 所以政治的背景不一样 今天的中央 如果习近平自己都没有信心 那别人怎么会对他有信心呢 另外一个 深圳这个城市 一开始产生 他的法理地位就很不明确 他属于广东的一个城市 但是呢 他又属于中央的特局办管理 你是听中央的 还是听广东的 广东有一点就是说 加中央自重 就不听广东的 但是很多行政权力 又要通过广东省委 省政府 所以彼此之间的矛盾就很顺 拉扯很多 扯皮的事情很多 省政府一直挂挂叫 我们是特区啊 广东省委省政府说 你特区什么 你特区也是党组织领导的 你也是广东省委领导下的特区 所以这样一来 矛盾到了很多年以后 就有人说 能不能把深圳搞成直下市 有的人欢心鼓舞 整体盼望这个事情 希望 中央 直下市这个事情 成为一个真实的现实 就像重庆 从这个 市场刮分出来 分裂出来 成为了中国的第四个直下市 现在 深圳有没有可能成为直下市呢 这个已经议论了很多 习近平 会不会宣布说 深圳要成为直下市呢 这个现在 看到了蛛丝马迹 什么新华社啊 什么人民报啊 哪个网站里面 把深圳已经从广东单列出来 叫蓬城 因为深圳有一个 原来是来自大蓬湾嘛 大蓬湾市 所以呢 就是有人叫它蓬城 把它变成直下市 但是一个城市的建设 一个地方的规划 直下市的成立 它首先需要民政系统 国务院的民政系统 然后 要经过人大的审议 当然 现在已经党政不分了 或者说党管一切了 习近平先宣布它为直下市 然后后来办法的手势 这也没问题 也就是说先把一个人给毙了 对不对 然后呢再去组织这个人的罪行 然后进行审判 中共现在的决策路径 就是这样 人大 只是一个白手套而已 这就要看了 反正今天的中国一切 皆不正常 所以呢 习近平这么宣布 也不能完全排除 所以习近平如果 真要向自己的男巡 有一点欺客 首先他会不会男巡 第二个是 他男巡是不是要有一种气势 一种身位 虽然没有另外一个中央阻止他 他肯定要拿一点特殊的东西出来 或者他宣布直下市 现在我没办法去定论 只是说呢 习近平现在也是一个时候 需要一点东西 来改变他现在已经非常恶劣的 在知识分子中间 在民间的一部分 精英人士 在商人中间 甚至在官僚阶层 也包括在海外和国际社会的形象 否则的话 人家真认为 习近平你现在是要搞原教旨主义 的社会主义了 今天的事情 其实还有很多 但是 昨天有人说 你一下子六个小时 做了这个节目明天你就别点点了 点点你嗓子肯定不行 我想一想我还是点 我也没有觉得嗓子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 但是呢 还是保持一点精诚吧 明天再给大家点点今天事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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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